跟来自二人传故乡的两位前辈 虚假地拍了拍手 接下来这位新人是真的太行了 他不光是这一季的新人 他对脱口秀来说都是新人 他来了对不对 他来了 他来了 他也带着浓浓的爱意 每一期都说自己要被淘汰了 结果呢跌跌撞撞进了总决赛 让我们有请天才少女林雪芹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 能来见证我的淘汰 恭喜李雪芹见其成功 太棒了 我爸就是这个德性 这个人阴险狡诈 有心机 诚乎深 在幕上也就会出现这些话吧 不解释了 就这样吧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芹 扣手吃手是我的爱好 别的微妙 开放卖了 溜的溜的了 我会写过来 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写了 赢不了 也就我会被偷懒 差点真的很大 我那稿子一个字都没有 但是我还有王建国 站在台上非常的紧张 不知所措 但是我还有王建国 我左手扶着那样 哆嗦 右手也在哆嗦 那个时候的我 非常想上厕所 那你觉得你有可能是本期大王吗 你再问一遍 你这话你好意思往中问他 有希望夺冠吗 我自己没有希望夺冠 我有什么希望夺冠 还夺冠 就问的问题 扎人都 那你有信心拿冠军吗 我没有信心拿冠军 我对他们都挺有信心的 我这一季 心态上有变化了 我从之前放弃 然后又开始有了斗志 然后到现在我就想赶紧比了 我现在对这个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斗志 但是我还有 你可拉倒吧 太难了 太难了 真太难了 我觉得这个比赛 算了 人最重要就是心态又平衡 保留争议 你听过他之前的吗 特别棒 是吧 还特别吧 东北的 这步态有点像我 哎呦 怎么还要走道啊 毛目崇拜 毛目崇拜 大家好 我是网见国的搭档李雪琪 今天的主题是是终点也是起点 所以我这次就先把稿子结尾给写好了 然后我就写了一些中间的段子 最后我就想 那我开头讲点啥呢 哎 你看我现在开头不就讲完了吗 哎呀 就今天这个破主题啊 从里到外都透露着节目组的阴险 好不容易到决赛了 告诉我们终点也是起点 那咋的 驴拉磨呀 龙共就这么几个驴 年复一年 一圈一圈拉呀 拉得好他还给根胡萝卜 萝卜上面刻几个字 转圈大王 哎呀 太狠了 哎呀 这个太狠了 真好 真好 哎呀 就要我说呀 是终点也是起点这种老鸡汤 一点信息量都没有 你听上去感觉很有道理 但你也不知道他让你干啥 这种话吧 都不如我姥姥的人生格言 我姥姥的人生格言是 人痴而屎会变哑巴 你别看人家无凭无据 那你是不是有尝试一下这冲动 忍一忍 忍一忍 到现场啊 孤独起来了 现场有人发来的 所以说吧 我哲理这种东西 你必须得来源于生活 好比说我上回打车 司机说 右边修路了 左拐吧 完了十分钟的道 给我绕出来八十块钱 十三那起步价 剩下六十七 我买个人生哲理 左拐也是一种右拐 这种人生哲理吧 你通常会伴随我们一生 小的时候上学 老是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 自己喜欢的话当座右鸣 你们都写过吧 我小时候吧 怎么说呢 就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缺心眼 别人都写什么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还有学鲁迅 写个枣子 我写的是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那老师都气坏了 跟我妈打电话 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玩意儿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我妈说呀 这孩子还好笑了 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 那老师都懵了 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 跟我妈说你少给你家孩子看点电视吧 我妈说对不住了老师 我家房子太小了 老师说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 我妈说那房子小吗 那电视吗 那我想看 我妈是不是挺呐 我妈可太呐了 但这个事被我爸知道了 我爸一下就没有好心情了 就开始呢试图给我讲一些名人事迹 把我拉回正道上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回我爸给我讲 麦哲伦 人类环球航行第一人 真正的转圈大王 说这个麦哲伦呢 人家从来不自满 每到达一个目的地都要重新起航 永远都在路上 我听完我就备受鼓舞啊 我就跟我妈讲 我妈一听也可高兴了 对对对 麦哲伦永远都在路上 她死路上了 你们知道这个事 给我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吗 就以至于 后来有的朋友跟我说 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我说你知道麦哲伦吗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个屁啊 他死路上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最烦鸡汤吗 那怎么的 五十来岁 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 我妈说没有啊 我说怎么没有 当时我爸给我讲麦哲伦 晚上你说人家死了 我妈说啊 那你误会了 我也不是烦鸡汤 我就是烦你爸 所以说呀 这个人生道理呀 听是一码事 你必须通过生活实践 才会知道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说了这么大一堆话 就狠狠地反驳了 一个著名的人生道理 人痴而死 不会变哑了 谢谢大家 我李雪芹 最后这个结尾没想到 对 这个结尾他已经败了 谢谢雪芹 喜欢李雪芹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哇 李雪芹今天太有魅力了 别人出来 感觉都得翻着跟头 哈哈哈哈 他出来 怎么走这么半天才到这儿啊 你一出来 腾哥就在旁边说 像我 像我 大师风范 都有这种 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他走 出来走的那几步 这得多么自信的一个人 可以在赛场上 迈出这样的步伐 完了之后 也没紧没卖的 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非常 这个明快的节奏 看上去好像是 慢慢悠悠 没节奏 其实这是他最大的节奏 高手 对 非常自信才能有这种表现 特别难 雪芹自信吗 我感觉我讲的后面 都有点自我放弃了 你不就一直都是靠着这个 走进了决赛吗 你想过自己会进决赛吗 我没有 大家都说我半猪吃老虎嘛 然后猪来了 要吃掉老虎 太厉害了 是厉害啊 我觉得李丹就是在整个一季里面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复活了李雪芹 谢谢 真的否则的话太可惜了 我觉得李雪芹真的是一个高手 高手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细胞 从他就是开场上来 就全部在那个表演和状态里面 所以他不是放弃 他是完全沉浸在 他自己的这个表演和节奏里 其实有很高超的这个技法 谢谢 而且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我以为今天李雪芹还会说他妈逼他找对象那事 没有 结果说卖车轮了 这太扭了 就决赛了 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 说了一个上过中学就知道的人 好歹是北大的 好棒啊 我跟徐老师感受一样 就是你第一场把李雪芹救活的时候 我是觉得你这主人还挺得体的 你没有想到我是看出来的什么 对对对对 完全没有看出来 因为你那眼睛也不知道怎么没睁开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我确实一年看好几百说脱口秀的人 对对对 但是最后他一场一场过来 我是越看越吃惊 而且到了这一场 我还想说一下 好像整个赛季啊 你们咱们脱口秀界的啊 哎呦 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对咱们脱口秀界也有一些有点太不讲究了 你看那个向上演员一举动 他都有训练的 对 脱口秀界呢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形体上只有一个专业要求 就是懒洋洋的或者很 扶着那个破麦克这样 一个手搭在那儿然后这样讲 这是脱口秀演员唯一的一个传统动作 但是呢这个古老的传统被我们这些 对传统不够重视的中青年就是就令人痛心的给放弃了 但是他就把这个完全全还原了 所以我刚才他看扶着那个的时候我一阵羞愧 想起我们前辈是怎么给我们示范的 我们为什么就把这宝贵的丢了 所以非常好 这个是传统吗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那我想起来我为什么复活李雪芹了 我就是看他第一次讲脱口秀 手就自然而然的搭在个卖架上 我说可以 会服棍可以 我是一个网红 我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天天姐之前还说要签雪芹呢 我就是第一次听雪芹讲脱口秀就特别喜欢她 但是后来听了她和她老板的爱情故事以后 我就知道签不下来了 签不下来了 我老板今天来了 他说跟你聊一聊 请先谈谈吧 我刚在后台碰上他们老板了 是吗 也这样吗 他们老板是这样的 我也想说脱口秀 跟我儿女和一番 有一个小红的老板 祖传的 替你高兴 也替脱口秀这个行业高兴 有这么厉害的人加入 请雪芹六强席稍事休息 是个高手 李雪芹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通口秀的天才啊 她的整体的这个表演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就是她讲脱口秀的时候你是 就是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李雪芹我就觉得太 太另类了 就是一直是这么一个 懒散的一个状态 从头到尾 我觉得这是内心需要非常强大的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高手 女孩幽默里有谁 以前我老说假铃 这回一定要加上个雪芹 雪芹在我心目中是有光的 因为别人上台都没有那个色 她有别样的颜色 嗯